有时是几点 有时按照如今对时间的算法 指的是下午5点到晚上7点 振两个小时 它对应的生肖是鸡 因为在这个时候 放养出去的鸡会归巢 从而有着有鸡的说法 它在地支中位于第十位 我国古代将一天划分为12个时辰 古人根据一日中太阳出没的自然规律 天色的变化 以及人们日常生产活动 习惯等归纳总结 从而独创于是的是我国灿烂的文化瑰宝之一 十二时辰制度早在西州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 将其命为夜半、鸡鸣、平淡、日出、时时、于中、日中、日跌、不时、日入、黄昏、人定 后又用于十二抵直来表示 从夜半十二点开始 以二十三点到凌晨一点为子时 一到三点为丑时 以此类推 一到三点为丑时达 之以为 凌晨一 之以为